来看到国际体坛 台湾健儿传来解报 星期三 澳洲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三天的赛事 我国好手卢彦勋以三盘直落进入第三轮 追平了他在09年在澳网的记录 而第二种子纳达尔以三盘直落击败了德国老将哈斯 几身男单32强 至于瑞士球王费德勒 今天是意外获得了对手的退赛礼 直接晋级第三轮 卢彦勋在第二轮以7比5 6比2 6比2 直落三轻松击败法国赛拉 打进澳网第三轮 追平了在澳网单打的最佳记录 2009年他曾打进澳网第三轮 但前两年接在第一轮出局 第三场他将对上阿根廷第11种子第二波卓 男单其他部分 第二种子纳达尔小玉挑战 直落三盘以6比4 6比3 6比4 战胜德国老将哈斯 击身男单32强 纳达尔下一轮将对战美国的杨恩 或是斯洛伐克选手拉科 费德勒今天因为对手贝克被上退赛 从南单第二轮自动晋级第三轮 下一轮他将对上克罗埃西亚的卡洛维奇 或阿根廷贝罗基 若费德勒能再次暴走冠军 将成为继爱莫森后 在澳网赢得5冠以上的第二人 第八中子美国费血 今天则是暴冷 以6比7 3比6 6比7 输给哥伦比亚的法拉 成为世界排名前10名内第一位离开澳网的选手 女单方面 第一中子去年澳网冠军克莱斯特斯 今天仅花了47分钟 就以6比0 6比1 直楼两盘击败法国的加康 品进第三轮 丹麦甜心沃治尼亚棋 今天挺过乔治亚选手塔蒂西维利第二盘的攻势 以6比1 7比6顺利晋级第三轮 第二盘中 塔蒂西维利失误率大减 开始对沃治尼亚棋施压 因此沃治尼亚棋在第二盘打得相当辛苦 不过最终在1小时49分内获胜 新唐记者林渝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